HELLO 各位大家好,我是草莓牛Desk 今天來快速了解一下 《墜落之意》這個活動的一些事前情報 好,我們直接往下看吧 首先是活動建造的部分 總共是兩金兩紫加一藍 建造很明顯的 這邊是金皮是2% 紫皮2.5% 還有藍皮是5% 所以提前準備好你的方塊吧 活動無課免費獲得的船 總共有4艘 一個金皮戰劍 一個紫皮戰劍 打擊還有空母跟驅逐 這些都是可以打撈或是兌換的角色 這一次的點數部分 其實不像以前一樣可以直接兌換 取而代之的是用抽獎的方式 每個獎池都會有一個大獎 你不把這大獎給抽完的話 是無法進入到下一個階段 所以你也不用代意說你會太歐或太飛 因為這個獎池是有上限的 你把獎池抽完一定可以抽到這個大獎 一定可以進入到下一個階段 那詳細的獎池分配大概是這個情況 那第一階段是保底是200抽 總共要花大概3000點 那大獎抽到之後就可以往下一個階段 第二階段是400抽 到了第三階段才有這個金皮的北卡 總共要600抽 所以總共是花9000點就可以抽好抽滿 那剩下第四階段的部分就是看個人需求 你有多餘的點數可以來這邊抽 那裡面的獎品也還不錯 有金布里還有一些金的技能書 那總共全部抽完的話大概是22500點 那就看個人的一個能力啦 那這一次最大的獎品就是這個裝備 這個F4U金海道是所有現在目前為止 所有金皮飛機裡面最強的一台 而且活動也只能拿到一台 再來是這個高性能火控 它也是一個直火控的一個高階版 而且全部遊戲到現在也只有一根而已 這個主砲的設備非常好用 它第一輪可以減少裝填時間 這個在打演習或推圖都是相當好用的 所以這兩個武器的裝備 是這個活動最大的賣點 你錯過了以後就再也沒有機會了 除了一般通關可以拿點數以外 那這次也多加了一個Bonus 就是在我們通關之後呢 會有機率會觸發一個微補的一個行動 那這個很簡單就是像夏威奇一樣 將這個敵方的運輸鍵包圍起來 當然就是我們的成功 那如果一旦它逃到這個地圖的 上下左右最邊邊的話 那就是微補失敗 那我們可以有兩顆水雷 當作我們微補的一個道具 那這個水雷其實它也是可以回收的 所以利用兩船加兩顆水雷的一個優勢 把這個敵方運輸鍵圍圍起來 就算我們的勝利 當然也可以利用地形的優勢去 微補這招運輸鍵 那至於怎麼微補的方法 就看當下你們的一個判斷了 好那整個海域的這個點數呢 大概就是分這樣 當然也有每日三倍啦 那D3來到了180點的一個點數 其實你加上這個每日三倍啦 然後每日任務啦 加減打一打其實要18000是很簡單的 那如果你是四池全都要 要打到40500點的話 那可能還要再多多周回其他的一個海域了 好接下來講一下這個困難的關卡條件 首先這有分日服陸服跟美服的條件 日服陸服其實條件是一樣的 那美服條件是稍微是下修的 因為當時日服是有開放等級上限的 而且科研其實也開了半年之久 所以我們的日服等級是比較高的 那所以條件它設的比較嚴苛 那當時美服的情況是 也是剛開始沒多久 他們的門檻條件設的相對比較低 那其實以台服的情況 也是差不多比較新的一個伺服器 新的版本 所以應該是比較有可能參考 美服的條件去做設計才對 那不過他們限制的傳統都是一樣的 像是這邊都會限制戰艦 像C圖一定都會綁兩個重巡 所以兩個重巡 你基本上就是要帶一隻出去 你不帶一隻的話 沒辦法成立一個艦隊 那這邊放一個驅逐還是可以的 不過通常還是會多上一個乘傷的角色 會比較好 那在D圖的方面呢 就是比較麻煩 會綁兩個戰艦 然後戰艦加空 一樣這邊也是綁了兩個重巡位 不過這邊清巡還有一個隨機的話 你可以綁兩個清巡去打王或到中也可以 所以這邊的負擔沒有那麼重 不像這邊一定是要出一個重巡 才可以成立第二艦隊 那這邊比較困難的地方是在D3 它的防空是要合計要大於1800 即使是美幅下修條件也是要1800 所以你們基本上要開始準備一些對空比較高的美群角色 或是一些對空的一個設備 這邊會是未然你要進入D3的一個條件 好 從墜落之翼以後的大型活動呢 地圖上都會出現 所謂的這個C2精英怪 那如果有看過動畫的朋友 應該知道 他們就是一個大反派 他其實是有 擁有AI的一個角色 他是會自動巡航去攻擊我方的成員 所以我們在移動的時候 他會自主去找我們的劍船做攻擊 那他們基本上打他們是一樣會有經驗 然後也會掉落紫菜 那一樣最好的方式是他也會掉落所謂的精圖子 他跟王典一樣 王典會掉什麼精圖子 他也會掉 而且掉落的張數從一張到兩張都有 所以他是一個很肥的一個肥缺 好 所以我們一開始進入之後可以發現 他其實一開始就會出現在這個場上 那也是我們唯一的敵人 後面會出現一些這個量產型的 其實基本上只要把這個精英怪給打死之後 這個關卡就算結束了 那你可以看到他有浮現的這個子彈 子彈不用錢一樣 所以對前排的一個傷害是非常的高 所以你必須要盡早 這樣他解決會是比較好的一個過關方式 好 那在第一章打王的部分 他們開始會出現的技能獨條 在技能獨條完成之後 他會發出一個大規模毀滅性的一個地圖傷害 這個是非常可怕的 那這個技能獨條是可以中斷的 這個是需要我們有一個瞬間的活力 打掉他一大段段的血條之後 就可以中斷他的技能獨條 好啦 那應該要了解到這個精英怪 雖然說很難打啦 不過他的經驗高 那也會掉落精土 所以有能力的話 還是追著他們打 會有不錯的一個收穫 好那再來這次活動的一個道中人選呢 我是推薦這個提爾比茲 因為這邊開始有六戰的一個情況 所以他即便在六戰零彈的情況 他依然還有保有高度的一個高傷 還有因為精英怪的關係 他們的基礎血量都很高 所以你必須要有一個 有高度傷害的一個戰艦在後排 會比較好 當然你在安全海域想要低號的話 三立啊還有日向這些都是一個不錯的 低號的一個戰艦 那道中人選也是可以選用這個小家家 可以幫助你在輕途會比較方便 那轟炸能力也是不錯的 那道中要補血當然是首選這些奶媽 那坦克重拳的部分 現在比較坦的大概就是這兩艘了 還有可以放輕巡的組合的話 海鮮也是一個非常坦的一個角色 那安全海運想要低號的話 其實這幾隻藍皮改造都是不錯用的 好再來打王的人選 我們可以看到那個D3的王 他是戰艦加空母的組合 所以他們對後排的傷害非常高 而且他還會丟技能 所以後排必須要有一個高的坦度 然後還有一個我們必須要滿足 對防空的一個要求 所以這個男胖加這個企業是首選 因為他們有高度的防空還有高傷害 坦度也是非常好的 在打這個D3的角色是非常適用的 再來你可能沒有這些角色的話 還可以選用這個皇家大炮隊 至少在皇家的高素質的面板下 會有不錯的表現 那他們方舟跟這個光輝也是一個不錯的輔助角色 前排的部分呢 大概也是優先選我們這個高防空的角色 然後增傷啦海媽啦 那如果你想要配合驅逐的話 也有一些比較好的美國驅逐可以做使用 當然你要毀天滅地的話 操作靈波去轟炸這些BOSS 是最快的一個方式 因為他們都是中甲 魚雷打中甲非常的痛 好啦 以上是這個 最弱之翼的一個事前情報 希望能夠幫你快速了解 這個活動到底在幹嘛 那之後我也會出一個 最弱之翼的角色評價 那有興趣的 不妨關注一下吧 好 那我是草莓牛 我們下次見了 掰掰 掰掰